女孩独自走夜路 不料被街头护混钉上 逼近死胡同 好在危机关头 蜻蜓侠及时现身 成功救下詹妮 事后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詹妮打算奖励蜻蜓一个吻 殊不知 那正是邻居杰克 一直在偷偷爱慕她 第二天晚上 詹妮来到杰克家 求助杰克婶婶交做菜 因为她的现任男友 今晚要来做客 但没等做完 富二代就来了 还带来了自己的叔叔 他的叔叔正是坏蛋沙漏 只是目前大家并不知情 沙漏进门后 热情地询问婶婶 都有什么情人 未经过允许就跑去楼上 而对此还不知情的杰克 此刻刚回家 正在马桶前解决燃眉之急 不料尿到一半 沙漏就闯了进来 随即开始四处观望 眼看身上的水就要滴落 杰克顿时紧张不已 好在沙漏战术性回头 杰克才没暴露 对此沙漏只能离开 只见他刚走到楼下 杰克就从门外走了进来 和大家一起吃晚餐 期间沙漏好奇地询问 杰克手臂上的伤疤 由此猜测 杰克就是蜻蜓侠 因为自己撇出的飞刀 那天刚好扎在蜻蜓的左手臂 晚餐结束后 富二代和沙漏头也不回地离开 劳累过多的婶婶在沙发睡去 至于杰克和詹妮 则一边收拾桌子 一边惬意闲谈 就在两人马上要开始热吻时 房门突然炸开 詹妮被吓晕 沙漏穿着战斧走来 先是敲晕杰克 紧接着将婶婶杀害 经历此事后 杰克无比自责 詹妮健壮赶忙上前安慰 可这对杰克来说 没有任何作用 好在杰克的叔叔擅长开导人 将杰克父亲留下的英雄戒指拿了出来 鼓励杰克勇于面对困难 成功说服了杰克 使杰克重拾信心 照沙漏报仇 但由于不知沙漏的真人面容 杰克只能蹲在宴会厅挨个拍茶 其中得罪了不少人 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杰漏健壮趁机逃脱 不过没逃多远就被杰克发现了 见杰克没被压死 杰漏撇下了飞刀 却不料对跑来的詹妮挡下 见詹妮受伤 杰克用尽全力正开碎时 将詹妮抱在怀里 随后快速追到顶楼 阻止杰漏继续伤害全人类 只是这个阻止方式多少有些特殊 不过值得庆祝的是 杰漏被消灭了 见心爱的女孩被崩了出去 杰克急忙跳了下去 早就忘了自己不会飞 詹妮健壮 根据戒指认出 蜻蜓侠就是杰克 随即跟杰克表白 线上深深一吻 不料这竟激发了杰克的潜能 刺激杰克长出翅膀 让两人脱离危险 一起在天空翱翔 可在天空上飞多少有些危险 不如来懂车地选一辆汽车 只要点击首页车型大全 多种好车任您选择 其中的车型比对 会帮您了解不同车型的性能参数 祝您快速选出满意汽车